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正在意你的人 不会用三句话敷衍你 一生之中 我们都希望能够遇到一个值得自己付出 真正将自己放在心上的人 然而 缘分却是向来不由心 有时候 你将真心教育的那个人 既给不了你诚挚的呵护与温情 更给不了你细时长流的安稳与设 在一段感情中 往往都是旁观者情 当局者迷 于是 我们总会疑惑自己在乎的人 是否也会对自己真心实意 久而久之 就会不自觉地让自己陷入无尽的忧虑当中 但其实 所有的感情都是有迹可循的 从一个人的行为和言语中 就能看出他对你的在乎程度 一个真正在乎你 对你好的人 不会把下面这三个字常常挂在嘴边 有人说 一个人对你的耐心程度 就反映了他对你的在乎程度 想像 颇有道理 在乎你的人 对你总不缺乏耐心 只有不在乎你的人 面对你的询问和倾诉时 才会用烦不烦来敷衍你 最近横货的电视剧《三十二一例》 讲述了新婚夫妇 钟晓芹与陈宇的日常 婚后 钟晓芹觉得丈夫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只会关心她养的鱼 时常忽略她的感受 面对丈夫的冷漠 钟晓芹忍不住与丈夫当面对峙 并倾诉了自己心里的许多想法 可没想到的是 钟晓芹的掏心掏肺 换来的只是丈夫的一句喊心话 你说够了没有 反不反啊 说完 陈宇便继续埋头打理这鱼缸里的鱼 没有抬头看过钟晓芹一眼 钟晓芹听后 瞬间两了心 陷入了沉默当中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是天生好脾气 有义务迁就你 对你充满耐心的 陈浩来自一个非常传统的家庭 大学毕业之后 在家人的介绍下 认识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 一个脾气很大 而且还经常动手打陈浩的女人 也许是因为遗传性的原因 结婚之后的陈浩像自己的父亲一样 也是一个非常怕老婆的男人 在陈浩的印象当中 女人的脾气可能都是一个样的 永远都是那么的任性 也正是因为如此 结婚之后的陈浩也像自己的父亲一样 不仅把自己挣到的所有的钱交给了妻子打理 回到家之后还要洗衣做饭 然而 陈浩并不是一个软弱的男人 陈浩的妻子也不像陈浩的母亲那样 是一个勤俭持家的女人 所以结婚几年之后 陈浩越来越觉得自己不幸福 越来越觉得自己的人生被别人给绑架了 从此之后的陈浩开始变得不愿意回家 将自己的所有精力都放在了事业上 而且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成为了公司的一把手 然而即使如此 陈浩的妻子也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 反而变得越来越任性 甚至因为经常怀疑陈浩在外面有其他的女人 而对陈浩大打出手 直到有一天 陈浩终于忍不住了 并且提出了离婚 刚开始的时候 陈浩之所以提出离婚 仅仅只是因为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妻子居然没有任何反思 而且还带着自己的娘家人 到陈浩的公司去闹事 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 陈浩终于意识到自己必须离婚 否则自己的一生 都将毁在这个任性的女人身上 所以陈浩选择净身出户 离婚之后的陈浩 最大的感觉 就是自己重新获得了自由 三年之后 陈浩再次遇到了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非常的温柔 完全不同于她的前妻 这个时候的陈浩才意识到 原来女人并非都是任性的 只有在乎你的人 才会认真耐心地观察你的喜怒哀乐 把你说的话全都记在心上 二 没时间 有句俗话说得好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不在乎你的人 总是难以腾出时间陪伴你 只会用最近太忙 来试图消除你的顾虑 而把你放在心上的人 即使工作再忙 要处理的事情再多 也会为你挤出时间 朋友小小的丈夫 是一家上市公司的经理 即使业务繁多 他都能腾出碎片花的时间 与小小聊天 关心他的动态 每当客户突然外包 他更会是无惧性地把行程安排告诉小小 告诉自己会忙多久 什么时候能有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圈子 忙是生活的常态 在一段感情中 我们渴望得到的并不是时时刻刻的陪伴 也不是每条消息都要描绘 而是无论有多忙都能给予一个回应 让人感到安心 很喜欢傅州尔说过的一句话 嫌情 嫌情 情 都是显出来的 倘若忙中还有情 大概就是真情了 在乎你的人 对你永远都不忙 在你面前永远有时间的人 想必最是在乎你 对你的感情 也是最真切 三 无所谓 前不久 又被读者在后台发来了一条留言 说出自己心中的烦恼 他说 每次和伴侣出去吃饭 问对方想吃什么的时候 对方都只会回答无所谓 到最后 我就不再询问他 而是自己一个人继续纠结 每一句都无所谓 看似是回应 但实际上 久而久之 就会变成一个把对方渐渐推远的过程 时间 能让一段感情升温 也能让一段感情变淡 所有的感情 都无需刻意去维系 但一定要用心去经营 若时常用冷漠的态度回应对方 那么即使再热情的心 都会慢慢变冷 真心在乎你的人 绝不会用冷淡回应你的期待 他们往往很在乎你的心情变化 懂得站在你的角度考虑问底 总能细腻体贴地照顾你的感受 你的每一个选择 他都会给予最大的尊重 你的每一次纠结 他都会给出自己的建议 正如导演李安说的 我做了父亲 做了人家的先生 并不代表说 我就很自然地可以得到对方的尊重 我每天还是要赚取对方的尊重 一个在乎你的人 绝不会对你持有无所谓的态度 而是懂得时刻尊重你 一段感情中 最重要的就是有所回应 在乎你的人 不会觉得你的关系是叙叙叨叨 而是会耐心地倾听你的分享 在乎你的人 不会时常对你避而不见 即使再忙 也能抽出见面的时间 在乎你的人 不会冷落你的感受 只会用热情来温暖你的心 真正在乎你的人 从不会让你陷入胡思乱想的痛苦之中 而是会用行为和语言 让你心安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林言希望大家都能怀着最大的善意 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尽情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